这就是日本731部队研发的生化巨兽 不仅有惊人的速度和战斗力 还拥有超强的治愈能力 每天献计数十条生命起步将继续 可他们并不知道 这只怪物竟慢慢恢复了自主意识 就在两人交谈时 已经乘坐电梯偷偷来到了楼上 另一边太上看着彩玉从实验室救出的孩子 正处于一脸猛逼的状态 但为了安全起见 只好先把他们转移到版本的办公室 不料小女孩刚走进房间 就被恐怖的画像吓得大叫起来 这时彩玉才发现原来她就是自己一直寻找的人 随后拿出母亲的画像 满怀期待地等着对方说出母亲的下落 可版本看到后却显得无比震惊 因为她母亲已经被家藤变成了狂暴巨兽 为了不让彩玉伤心版本之好 向她隐瞒了事实 这一刻彩玉彻底崩溃 十年的努力换来的却是失望和心痛 随后太上把个子最高的男孩打扮成车夫 让她带着妹妹们一起逃出医院 一辆豪华汽车正好向医院驶来 男孩见状趁守未开门的间隙 马不停蹄地跑出了医院 终于摆脱了这个充满恐惧的地狱之渊 而刚才开车进入医院的神级人物 竟是石川的妻子游妓子 原来她才是这里的幕后大佬 之所以连夜到访 是因为她发现翠花已经怀上石川的孩子 为了报复这对狗男女 命令院长一定要让翠花好好活着 直到她生下孩子为止 到时候让她体会到生不如死的感觉 院长听后立即下令 把翠花转移到地下二层的牢房 而此时的怪物正在地下三层蠢蠢欲动 无意间发现启动电梯的开关 当几名士兵准备返回时 竟看到恐怖的一幕 下一秒向他们展示扯淡的真正含义 随后怪物冲出电梯正式开启虐杀时刻 瞬间将这里变成了 另一边太上准备到地下室 继续寻找翠花和彩玉失踪的母亲 不料刚走出房间就和巡逻的日军迎面相撞 太上一把将彩玉拽到墙角 让紧张的气氛瞬间充满荷尔蒙的气息 好在有版本在前面掩护 帮他们成功逃过一劫 为了不打草惊蛇版本和清洁工回到各自岗位 剩下的四人再次来到楼顶准备从通通管道进入 这是阿俊看到之前被打晕的黄狗 毫不犹豫举起手中的武士刀 让他们接受上帝的审判 不料这一幕却被瞭望塔的守卫看到 很快一群黄狗冲到楼顶发现了那些惨死的同伴 就在他们处理尸体时 其中一名士兵无意间注意到通风管道的异常 此时太上几人已经顺着通风管道来到了洗衣房 可还没等他们离开 那名士兵便持枪出现在了身后 本以为他们一个手起刀落就能干掉对方 没想到士兵力大如牛一把将踩于鸡飞 太上健壮急忙上前帮忙 而阿俊却趁两人打斗士逃出了房间 最后太上在主角光环的保护下解决了对方 不幸的是腹部的伤口也因此裂开 采鱼看到后背深深感动 这才发现他居然身受重伤还前来营救 差那间眼神中充满了浓浓的爱意 让太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父亲被这把狗粮撒得猝不及防 决定和他们分开行动 半个小时后再约定地点会合 不料两人刚走出房间 就听到走廊里传来怪兽的嘶吼 紧接着一名士兵漂浮着出现在他的面前 太上被吓得不敢吱声傻傻地愣在原地 日本731部队原发的怪兽奥利 坚固的钢筋水泥在他面前 就像豆腐渣一样被轻松捏碎 面对如此可怕的怪物 太上被吓得胆颤心惊 下一秒一只触手突然向他醒 太上凭借敏捷的伸手成功躲过致命一击 但手臂还是被触手刮伤 紧急时刻采于一个飞铲捡起地上的长枪 可他并不知道眼前的怪兽 就是他苦苦寻找的眼睛 就在这时长枪突然卡壳 太上剑撞连忙拉着采鱼迅速逃离 怪物拥有超强的自愈力将子弹逼出体外后继续追击 在狭窄的走廊展开一场激烈的追逐战 父亲听到枪声后立马跑过来 看着地上的匕首预感大事不妙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两人成功躲进一间锅鲁火 与此同时父亲也追了过来 这才发现袭击他们的竟是一只可怕的怪兽 他赶紧拿出白酒和火药在地上布下陷阱 然后开枪吸引怪兽的注意 当怪兽向他发起进攻时迅速点燃地上的火药 在他们之间燃起一道火墙成功封住怪兽的走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怪兽竟伸出长长的触角再次向他发起进攻 另一边的两人还没来得及撤离 又突然被一群士兵团团包围 为了活命太上劝采鱼放下手中的匕首 但他没料到黄狗居然要将两人分开关押 这下太上彻底慌了 害怕自己还没得手的女友被鬼子趁机而入 便对采鱼发誓自己一定会来救他 果然两人分开没多久 采鱼就遭到小鬼子的蹂躏 而太上却被保安队长带到另一个房间 并帮他割断了绳索 原来队长之前检查版本的手推车时 就从玻璃上见到了太上的身影 之所以没揭穿他 是想让他帮自己在京城安家立业 妻子和孩子都很喜欢这里 打算战争结束后永远留在这儿 太上听后立马轻松了许多 能用钱解决的事根本不叫事 只要帮他完成三件事就会满足他一切要求 首先让他给金玉堂的母亲打去电话 告诉他下一步的安排 然后将牢房的钥匙给他 在规定时间内支开守卫帮他顺利逃脱 最后告诉他采域被关押的地点 就这样太上在小队长的帮助下终于重获新生 离开前把钥匙交给了牢房里的人 并叮嘱他们千万不要私自行动 三十分钟后一定会回来营救他们 可他并不知道两人正是阿俊的同党 他们一直在密谋一项伟大的任务 阿俊之所以和他一起潜入医院 是想从同伴口中获得之前埋藏炸药的位置 不幸的是几人交谈时却被日军发现 随后将阿俊关进牢房进行严刑逼供 逼他说出同党的信息 否则就会像罐子里的人一样制成人体标本 另一边宇田还在对采域进行疯狂暴露 向他证明自己不是养而不举之人 关键时刻加藤突然出现阻止了这场羞辱大战 随后将采域带到自己的办公室 看着他那双尖锐的眼神仿佛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连忙询问采域母亲的名字 结果发现他竟是那只生化怪兽的女儿 这时加藤眼前一亮 偷偷将带有生化病毒的水递到采域面前 决定把他像母亲一样也打造成可怕的怪兽 可采域行走江湖多年一眼就看出水里有问题 无奈之下只好将他暂时关进牢房 这时采域无意间在墙上看到两行血字 发现这里正是之前关押母亲的牢房 这一刻采域瞬间崩溃 因为这是他十年来离母亲最近的一次 就在这时太上终于赶到 除掉两名守卫后成功将采域救了出来 可采域并不愿和他离开 决定独自行动继续寻找母亲的下落 太上劝说无果后一把将他拥入怀中 叮嘱他一定要活到最后 随后两人开始分头行动 采域再次找到加藤递他说出母亲的下落 另一边太上准备返回牢房拯救那些无辜的同胞 可当他赶到后却发现里面早就空空如也 原来熊大熊二早就带着众人逃之夭夭 结果没走多远就被一群士兵挡住了去路 向他们展开疯狂射击 就在众人不知所措时太上从天而降 轻松干掉了所有士兵 当他带着大家准备逃跑时 其中一名士兵突然满血复活 然而下一秒 众人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惊 像受惊的老鼠一样四处逃窜 结果没走多远 受伤的熊二就被一根触角牢牢缠住 瞬间将他的脑水稀释殆尽 太上健壮立马挺身而出 为大家整齐套 他并不知道怪兽拥有超强的治愈能力 即使打光所有子弹也伤不到对方 千钧一发之际太上看到地上的压缩氮气 急忙用枪砸开了瓶口 很快强大的氮气让怪物进入休眠状态 再次开启自我保护 从身体里释放出大量包子 一旦触碰便会全身腐烂 另一边采鱼终于从家藤口中得知 母亲已经被他们变成可怕的怪兽 可他无法接受事实一脚将家藤踹到在地 挟持着家藤走出房间准备到地下室一探究竟 结果没走两步就被几名士兵挡住了去路 下一秒突然被人从背后偷袭 当他再次醒来后已经被带到关闭怪物的房间 而且背后还安排了许多士兵 另一边太上带众人逃离后 来到他们之前约定的地点 这时采鱼父亲正好赶到 太上把之前遭遇的一切说了出去 希望他将众人带到相对安全的病房 自己独自到地下室寻找采鱼和翠花 与此同时母亲收到太上的消息后 也开始秘密行动 经过层层传递后 将拯救翠花的消息告诉石川 让他带车队到医院进行接应 石川赶到后以调查女子失踪案 为由到医院进行搜查 其实院长早就知道他此行的目的 劝他趁早带手下离开 另一边采鱼被铁链牢牢锁住 家藤站在头顶想亲眼看着怪兽吃掉他的女儿 一切准备就绪后 士兵用氮气把他逼进电梯 随着电梯缓缓下降 采鱼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看到他脖子上那条熟悉的吊坠 当怪物伸出长长的触角 这部队就会发现了一生母亲 没想到真的唤醒了母亲的记忆 老海中闪现出和女儿在一起的幸福画面 家藤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惊 立刻下令击杀采鱼 怪物件状迅速跑到女儿身后 用身体挡住了所有子弹 然后像格鲁特一样伸出长长的触角 在他周围形成一个坚强的护盾 相隔十年让他再次感受到伟大的母爱 当士兵朝他们喷出冰冷的氮气时 母亲一把打断地上的铁链 将他扔到安全的阵 凭借坚信的毅力对日群 禽兽发起女儿进攻 但没过多久就完全失去了战斗力 再次被他们关进了牢笼 就在这时太上及时出现 将采鱼成功就走 家藤发现采鱼失踪后 立即下令对他进行全程搜捕 而此时他们已经在眼镜男的帮助下 成功混进队里 然后趁机跑到医护室和其他人会合 而令人震惊的是 小队长居然把翠花带了过来 决定和他们一起逃走 随后太上告诉众人 六点准时开始逃跑计划 十分钟之内所有人必须全部上车 此时管家已经按计划把车开到了楼下 等待六点的钟声响起 可是事情真的会这么融融 不出意外的话肯定会发生意外 感谢观看